我现在来把这个车钥匙的电池换一下 这是一个奥迪A3的 这一般奥迪的钥匙大概都长这样 需要一个这样的screw driver 就是螺丝刀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头这块 它有一个小的塑料拨片 然后一定要记住不是往下压 是往上压 或者说往外往外按 你看这个把它插在这 这样一台然后就起来了 然后这个弄开了之后 然后可能这块需要稍微铺水一下 从这开始铺水 然后这样拌一下就把它拌开了 拌开了之后这块写的是positive 就是这个就是电池 这个松下的 然后三伏的CR2032 我不知道我买了这个对不对 应该大差不差 看一下吧 2032是的 但是这不是松下的 就先用一下 把这个取出来 把这个取出来 然后要正面向上就这样子把它摁进去 然后把它卡进去 不要用蛮力 这里边还好不是很脏 可以不用打开 就这样应该可以 然后再把它按上 然后这样就按上了 等一下我下去试一下看车能不能打开 按到了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好这个Key的Battery的Replacement就结束了 就是这个车钥匙的换电池的步骤就结束了 好简单